奇温不知何处寻密谈方知在此间 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视频 阿南德最近又发视频了 有Z意思的就是他在发视频的时候 印度被正式认证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 目前数据显示说 人口普查比咱们多了个几百万 阿南德说今天他想谈一谈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就是关于北极熊和熊二之间的重大争端 以及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 说明一下咱们这里因为一些原因 后面用熊大称呼俄国 用熊二称呼巫国 阿南德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因为他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 特别是普通人的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 所以他要借用占星术来深入了解这个问题 但是在今天开始之前 他想告诉大家 除了我们将要讨论的最主要的问题之外 他还会以占星形成的观点告诉大家 这是否会形成一场世界第三次大战 阿南德说 这场正在上演的冲突 已经给全世界的普通人造成了很大的痛苦了 更不用说熊大而熊二了 所以我们已经看到 受苦受难的不只是参战方 印度人 美国人 甚至很快世界上的所有地方 都将不得不承受这种迅速升级的重大冲击 印度男孩认为目前的形势正在被利用 目的是把熊二变成一个像阿富汗这样 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 让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陷入绝望 没有任何住所或食物 以及贫穷 长自以往 当地的人会通过各种方式 剥削儿童和普通人 比如贩卖儿童 盗窃等等 目前看来 如果当地人还不能及时醒悟 采取强有力的集体措施 他们的国家必定会朝那个方向发展 真正的智者会看到这个世界美好的一面 就像一个大家庭 我们都是造物主的孩子 都是这个家庭的一部分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战乱呢 阿南德说 这是因为卡里尤加时代已经来临了 这里印度男孩说的这个卡里尤加是印度教话语 在印度教中 人类的时代是由四个周期组成并且循环的 而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叫卡里尤加 同时也是最差的时代 卡里尤加时代也被认为是充满冲突和罪恶的人类时代 好 咱们接着翻译 阿南德说 一部分西方人站在社会顶层 却完全得不配位 他们是邪恶精英 这群西方人策划了许多政治冲突 我们必须小心地意识到所有国家 都是地球大家庭的一部分 今天是熊大和熊二在打 明天有可能是任何其他国家 比如印度和巴基斯坦 他认为全世界的人看似一起打了一场战争 但实际上不是底层人想要打仗 而是西方邪恶精英在挑动这些 所以请大家务必意识到 世界是一个美好的大家庭 接下来让我们回到今天视频最重要的部分 这将如何影响我们在未来的几个月 阿南德认为 恐慌目前已经在伤害经济 而且已经造成了成千上万无辜的人的死亡 我们都很想知道这场争端的未来 会演变成什么样的局势 特别是在短期内 我们将要面临什么 因为美国人都会受到来自这场争端 造成的经济或心理的影响 阿南德说 在雄大和靠近德国边境地区 事态每分每秒都在迅速升级 正如他之前提到的 目前已经伤害了经济 这是迄今为止 对全世界普通人最大的影响 所以让我们不再拖延 借用占星深入研究一下 这场危机背后的问题 目前只能看到两个结果 一个是卡拉萨帕瑜伽 另一个是火星的位置 它正在和卡拉萨帕瑜伽 一起形成影响 阿南德说 2021年7月左右 我的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其中有一篇 关于2022年3月至2022年4月 这段时间的尖端讨论 当然天文学总是关注未来 它帮助我们理解 未来会发生什么 在卡拉萨帕瑜伽现象发生时 所有的行星 卡在罗侯和季都的两个节点之间 它是月球的北极焦点和南极焦点 所有的行星 包括明望星 实际上看起来都像是被卡在这个轴上了 于是形成了我们之前一直说的 卡拉萨帕瑜伽 这种天象往往对地缘政治局势 人的健康状况 整个世界的经济 都有着深渊的影响 所以当时一直提醒 在卡拉萨帕瑜伽这段时间里 会有股市泡沫崩溃的风险 那么现在它要再次重申一遍 在未来的3月到4月之间 将可能出现更强劲的下跌 所以请注意好防范风险 3月到4月对地缘政治来说 无疑是最危险的时候 我们也已经看到这场危机 正在进一步升级 但是接下来肯定不会有任何世界大战 在短期内发生 但是从长远来看 在2029年到2032年这段时间 有很大的可能性 因为到时候木星和土星 将处于对冲状态 历史上我们也看到过很多类似的情况 阿南德说 2029年至2032年 地缘政治事件将完全改变 我们在地球上现有的生活方式 它将改变政治地图 甚至改变我们看待世界 现实世界的方式 但毕竟这事还是有点远 它会在一个视频里 慢慢分析这个情况 但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我们也不必太过担心 因为短期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 非常有限 即使是对长期局势来看 人类也有很大的潜力 来阻止三战的发生 在短期内 我们最受影响的风险 实际上就是经济 尤其是在今年三月之后 我们一定会看到金融的一次重大调整 我们也看到目前全球经济 正受到油价上涨的伤害 全球能源危机实际上正在加速恶化 这促使全球能源危机 从传统能源向新能源过渡 视频的最后 我们来总结一下阿南德的观点 第一 因为熊大和熊二的争端 将会引发全世界的经济问题 它将不及成千上万个投资者的经济动荡 但不会成为升级为一场全面的 第三次世界大战 第二 2022年最好的投资是黄金和白银 但风险反而是最高的时候 投机很有可能会导致过山车 第三 长远来看 全球房地产正在经历历史上最高的泡沫 但是股市市场泡沫正在下降 并不是说整个经济都会崩溃 大家也不要误解 认为一切都会崩溃 事实上一切都会发生强烈的修正 这就是我所相信的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阿南德的全部视频内容 以前由于印度人的说话习惯比较啰嗦 逻辑比较混乱 经常会有重复性的内容 所以为了大家的观看效果 因此今天我都是把最重要的内容 给大家整理了出来 不过也有很多朋友给我私信 让我尽量原汁原味的翻译 所以这期视频除了不允许的 其他全数按印度男孩的原话翻译了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可以留言告诉我哟 下期咱们不见不散 下期咱们不见不见